曾经很幸福 三年前白贤又非常喜欢哄海人 当时海人卧底到自家公司当实习生 因为没背景又是新人实习生 经常被上司骂 白贤又看在眼中 非常担心 这时他就对海人心胜爱意 为了这时他还单独把海人叫到走廊里传授经验 关心则乱 他的窘迫与担心全在海人眼中 包括打印机的帮忙 下雨地伞害怕海人着凉等等 这都是爱的表现 由于不想他一直被上司骂 白贤又直接告白 说我可以养你 就算辞职不干也无所谓 结果辞职的不是洪海人 反而是白贤又 因为知道他是公司的长公主 为了避免别人嚼舌根 他只好辞职藏在家里 洪海人作为长公主 从小就很强势 别说男人 就连家人都对他退避三舍 告白说养他的 白贤又绝对是第一人 所以洪海人也陷进去了 强势的性格下 家里人没有任何阻碍 两人迅速结婚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时间以下跳过三年 两人的爱情成了镜头前的假象 日常在家里 他俩几乎没有任何交流 各睡各的 各吃各的 只有家庭会议的时候 两人才会坐在一起 这到底是为什么 互相不理解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们结婚太早 根本没有真正地了解对方 然后理解对方 所以这部剧是典型的先婚后爱 只不过与之前的韩剧不同 原来都是男性角色强势 女性角色受气 这次性别做了交换 说回这部剧 三年前他俩确实很相爱 那时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压力 洪海人刚刚留学回来 接触家族企业 属于起步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想证明自己 想把权力从父亲手里夺过来 因为按照父亲的意思 公司之后是要传给儿子的 他这个女儿嫁出去就没啥事了 洪海人不服 恰好爷爷看好他 所以只要他做得好 就可以越过父亲 拿到家族企业的继承权 但这需要他不断地努力和加码 这也是他为什么那么拼命 想要进入一兆百货商店的原因 这个时候的他需要的不是爱情 而是能帮助于辅佐他的男人 这也是为什么采访时他说白贤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男人 意思是他就是个恋爱脑 没有情绪价值 洪海人需要在家族里站稳脚跟 拿到财产 只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公司上 放在爷爷心上 这样才有可能杀出一条血路 而白贤佑呢 他想要的是陪伴 是一个温暖的小家 他需要爱人提供情绪价值 这些对于忙于事业的洪海人根本不可能 所以白贤佑觉得自己被冷暴力了 被忽视了 所以才会和他的关系越来越僵 直到形同末路 在白贤佑的眼中 他是为了洪海人才进入洪家的 当初在直升机下面 洪海人也答应过 说会保护他 不会让他流泪 可进入了洪家 海人说过的话 一句也没有兑现 别说保护了 在他被娘家人集体欺负的时候 海人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不仅如此 洪海人还变本加厉 在公司里也不给他面子 该骂就骂 没办法平等对话 海人作为公司的社长 是白贤佑的上司 这层关系就很折磨人 遇到问题 白贤佑的想法是商量 而洪海人的想法是命令 所以他俩永远都不在一个层级上 就没办法平等说话 这也导致白贤佑经常被训斥 以如说第一集中 洪海人为了百货商店的业绩 让白贤佑将销售店底的几个商家撵出去 白贤佑想的是人情 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可洪海人直接说 我不是在商量 而是要你去执行 这种强力的压迫感 从上班到下班 从公司到家里 让白贤佑没有半点喘息的机会 并且他住在岳父家 整个家庭中也没人把他当亲人或者真的女婿 只把他当成了一个下属 或者洪家的高级庸人 比如何时生孩子 怎么生 生完干什么 全都被设定好 白贤佑就像是一个木偶 不需要有思想和灵魂 最关键的是明明洪家有庸人 继日当天 还必须让所有的追需去准备食物 这是一点尊严都不给 这些情绪积攒了三年 让他俩的爱情荡然无存 从相爱到相恨 直到两看生宴 他们俩已经不是阶级的问题了 而且从思想上就不匹配 关键是他们还不交流 不愿意说出自己心里想要的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离婚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男人向心仪女神表白的第二天 就被对方以极其浪漫华丽的姿态求了婚 直到这时男人才知道 这个看起来笨手笨脚 想让人保护的实习生 实际上是富可敌国的财阀而代 这就是由金秀贤和金志愿最新主演的浪漫 韩剧眼泪女王 刚当回国体验生活的千金志愿 来到这家公司底层实习镀金 却因为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而笨手笨脚 甚至连打印机都不会使用 看到使用暴力的她时 善良的秀贤出手相助 几次三番过后 她便开始担心起了这个粗心大意的女孩 但由于对方糟糕的工作实力 让秀贤开始担心起了志愿的去留问题 于是主动在楼梯间里传授经验 告诉她怎样不会被公司开除 然而志愿却对此不屑一顾 可秀贤却会错了意 认为这是年轻的女孩 想要整治办公室的表现 于是口不择言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 从那天开始两人之间的感情就此萌芽 甚至在不久后 秀贤就对志愿进行了申请表白 她表示自己就读于首尔大学法律系 虽然现在还是个小小职员 但以后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 家里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却也在村子里养了三十多头牛 就连现在租房子也是按年租的 看到对面一脸猛的志愿 秀贤表示自己之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想要告诉她 即使志愿以后被开除没有工作 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也完全能够养得起她 在真切地说出了那句内心的告白后 她被拒绝的秀贤 把雨伞交给志愿后 就不由分说地冒雨离开 面对如此真诚又貌实的男人 志愿心中是感动的 然而当秀贤得知她的真实身份后 就回到村子里一蹶不振 还在某天午后 一架直升飞机就这样降落在了村庄的稻田中 秀贤定睛一看 从直升机上下来的不就是自己的女神吗 于是这一次她再也不会胆怯 勇敢地拥抱住了心之所爱 不久之后两人也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一切都似乎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他们结婚的第五年时 秀贤居然想要找到自己的律师朋友进行离婚起诉 开样子上门女婿不好当 而妻子是女强人的滋味也不好受 对比第一集的收视率5.9%大幅上升 最高收视率以首都圈和全国为基准都突破了两位数 位列有限级综合频道同期收视率第一 在第二集中 白贤与金秀贤是在得知红海人金志愿是身患绝症后 选择隐藏了离婚文件 改变了原本的态度 为了了解情况 她去医院查看情况 这种病的名字叫云细胞流 是一种罕见的疾病 她开始寻找奇迹生还的案例 希望能够挽救妻子的生命 红海人看到后悟认为这是丈夫为拯救自己所做的努力 于是夫妻两人的同床一梦开始了 与此同时 第三个人物尹看城朴成勋士的登场 也为剧情带来了新的变数 作为掌握着红海人期待已久的 Hurkingan开业钥匙的投资家和老同学 尹看城的到来让红海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然而 白贤与对尹看城的出现 却感到一种微妙的情绪 不知道是不是几度 尹看城也对白贤与表现出敌意 两人之间的较量也逐渐展开 随着剧情的深入 观众不禁开始猜测 白贤与和红海人的未来会怎样 他们将如何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变故 他们的感情又将如何发展 这些问题都让观众对第三集的播出充满了期待 总的来说 《泪之女王》以其出色的剧情和演员阵容成功地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 随着第三集的即将播出 相信该剧将会继续保持其高收视率的势头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和感动 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吧